大家好,我是Chef Amy 很高興接受百磷麥麵粉跟Thermomix的邀請 今天在他們的教室為大家示範兩個product 一個是我們的雜糧麵包 還有一個是現在正流行的司康餅 接下來先為大家介紹一下麵包 我們這次所使用的材料 內餡的部分有我們的cream cheese 新鮮的香蕉、糖粉跟起司粉 主麵團的部分我們使用到的是 白磷麥這一款Spring的麵包粉 然後有我們果乾、糖粉跟鹽、酵母、奶油 接下來我們先來製作內餡的部分 我們將內餡的部分呢 全部放到煮鍋裡面 好,我們將餡料放進去 那至於這個配方的比例呢 我們在這個影片之後會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就將糖粉還有起司粉放入 滿足的風格 我們將做好的餡料呢 移到我們的排饼杯裡面 收集一下 綁起來放到冰箱 接下來我們放入煮麵糰的配料 有百磷麥的麵粉 我們先把乾性的材料都放進來 有糖 酵母 還有鹽 那在揉麵的過程中呢 我們可以把剛剛做好的 cream cheese 的內餡呢 就先放到冰箱裡面去備用 那這款麵包呢 我們使用的果乾呢 是家裡現有都可以使用 所以即使你沒有這些材料的話呢 你可以用葡萄乾啊 或者是任何你家裡現有的東西來製作都是可以的 那至於今天我們所使用的這一款麵包粉呢 我們可以使用這一款麵粉來製作這個麵包呢 它的質地吃起來呢 是會比較軟一點的 所以是適合現在大家喜歡的一種口感 在我們等待麵團揉打的這個時間裡面呢 我們來先做一個整理 我第一次使用這一台機器 覺得它真的好方便喔 因為不只是可以秤料 逐餡料 連打麵團都很可以 這是我滿驚訝的地方 那今天我們使用的這個百靈麥的麵粉呢 是這一支Supreme的麵包粉 那當然說 你們可以在做這個配方的時候呢 不一定要使用這個粉 其實用它的 Addisant的這款麵包粉也是很適合做這款麵包 它做出來的那個口感啊 其實是有一些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不一樣的麵粉做出來的口感 是哪一個最適合你們自己的喜好 接下來麵團已經打好第一個階段 我們這一款麵團呢 除了加冷水冰水 去讓它的那個麵團的溫度 不要上升太快以外呢 我們還加了一個秘密的武器 就是冷凍的香蕉 我們秤入80克的香蕉 加了這個香蕉 冷凍香蕉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做這個揉面的動作 好了 我們要接著下一個階段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麵筋的狀態 Mandy來了 秘密老師我來了 在做什麼好料啊 我們在做炸涼麵包 哇 你要幫我嗎 好啊 今天很好可以跟老師學習 哇 謝謝謝謝你哦 我們現在是還沒有加奶油 所以現在的那個麵筋還不錯 溫度也蠻好的 那你要來幫我一下嗎 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加這個奶油對吧 對對對 啊好 OK 我就這樣子跟它倒進去 對 然後呢 那我們需要再多擬丁口 兩分鐘 兩分鐘 好的 所以呢 我就幫你設定兩分鐘啊 好 好了 那老師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做麵包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這個奶油 我們應該是要用那些有帶鹽的奶油呢 還是應該用一些沒帶鹽的奶油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看個人喜好 好像大家有些吃重口味的啊 其實可以用帶鹽的口味的那個奶油也是可以的 好 那你如果說真的是要家裡剛好就是只剩下有鹽的奶油 那我們可能在配方裡面有的那個鹽的部分 我們就要去做一點減少 其實大家你們在製作好你的麵團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先放在room temperature裡面大概30分鐘 讓它稍微的發一下 然後覆蓋用保鮮膜把它蓋好之後呢 放進冰箱裡面 然後去做低溫發酵 來看一下那個麵筋 你知道大家喜歡看那個麵筋的那個window pane嗎 是的 好 好 真的蠻不錯的 好好喔 好 真的是 很通 很通 很不錯 好 那我們現在去把這個甘果放進去 甘果加進去 那當然是說 新手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可能大概加個80克左右就好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要再揉它一個 混合就對了對吧 混合 所以我們混合一個20秒 對 然後還是用這個揉麵模式來混合那些鋼鐵 所以其實我小孩喜歡吃巧克力 就是用那個coco 那個那個那個巧克力的那個coco chips 也是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 也行 對對對 我們使用一點手粉 讓麵團不要沾 那我們就先大面積的把果乾 整合到麵團裡面 做折的方式 盡量讓麵團跟你的果乾 可以比較均勻的融合在一起 那我們把打好的麵團整理後呢 放在碗裡面 那蓋上保鮮膜呢 我們就可以放到一旁 去做第一次的發酵 大概需要40到50分鐘 好的 交給你了 謝謝老師 好 那我們剛剛醒發完的麵團呢 就可以來做第二個步驟 就是去分割它 嗯 好的 先讓手上有一點手粉 讓麵團移到這個 揉麵 墊上面 好 那我們可以呢 直接用 小美 Thermo Mix來當 秤重 好 好 那這個麵團呢 我們切割好之後呢 盡量找圓滑的麵 好 去把它做一個收口跟滾圓 好的 好的 注意 好 像這樣子就是不平均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包到裡面去 抓出圓滑的部分 那這個配方呢 大概是可以做到5到6顆 那取決於說你在裡面的那個果乾 加入的 多餘少 所以呢 呃 不用均勻說 一定我得要秤100克1顆 所以你其實可以平均的把它分成6份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 呃 現在分割好之後 需要讓它休息一下 那我們就請那個Mandy老師給我們一個烤盤 好的 來 我們的烤盤 來 好 就可以 把它擺上去 讓它到旁邊去休息一下 那需要蓋一下 讓它不要表皮有那個風乾的現象 好的 謝謝 那 呃 在這個麵糰休息的時候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 呃 醒發的時間的空檔 我們就來做下一個這個司康餅的製作 這款司康餅呢 其實是 現在在中國蠻流行的 因為它 不只是在這個 外面的這個 這個 cookie dough上面可以做顏色的變化 甚至是說在呃 內餡的部分 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來做一些變化 在家裡就可以跟孩子們一起玩這個cookie dough 好 那我們現在去開始吧 好 那呃 在這款呃 司康餅呢 我們準備的餡料呢 有prima的cake flour 好 還有我們今天會呃 為大家製作的話 我們是使用這個抹茶粉 做綠色的麵皮 baking powder 糖 還有蛋液 跟 whipping cream 還有這裡有一點鹽 奶油 那在內餡的部分呢 我們使用到的是 cream cheese 糖粉 跟奶粉 還有 這個 太神奇了 呃 因為我一般做呢 我是用外面supermarket 買得到的這個 呃 糖berry的醬 對 那打出來的顏色 其實 就算我看到這麼美 打出來的顏色也是不美 所以我就問那個chef Mehdi啊 他很好 他跟我說沒關係 他用thermal mix做了 他自己做的這個醬料 然後 他秀給我看這個顏色啊 做出來的真的很美 所以 謝謝chef Mehdi 我們大家一起合作 對對對 東方的這個 很好很好吃 又 顏色很漂亮的那個 blueberry給大家 好 那我們 現在就是先做這個餡料的部分 好 那我們 只需要把全部的餡料 都放到煮鍋裡面去做一個mix就可以了 好的 麻煩你了 這個cream cheese 這個 我們其實是需要放在外面室溫嗎 還是從直接從冰箱拿出來就能夠用了 呃 因為thermal mix很強 所以你不需要說cream cheese要先拿出來回溫放軟 哦 所以就可以直接用了 好 對對對 哦 那你們今天如果說不想吃藍莓口味 換換其他的口味 或者是說 就original 再加上一點果乾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combination 就看你們自己喜歡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混合 做一個mix就好了 嗯 好的 沒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thermal mix裡面呢 我們的cookidoo的那個食譜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種的果醬的食譜 嗯 所以今天用的是這個辣莓 那我們其實可以做草莓也行啊 對不對 嗯 嗯 好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好的 哇 好美哦 這個顏色 哇 給大家看一下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對 好 那我們需要把它取出來放到putting bag裡面 好喜歡那個顏色哦 太美了 太美了 很美哦 賞心悅目 然後又可口美味 對 又簡單做 對 又很快 才20秒的時間就好了 哇 很好吃吧 很棒很棒 好的 那我們放進排冰杯之後呢 就稍做整理 嗯 把它打個結 放到冰箱裡面去備用 嗯 好來 麻煩你了 謝謝 先把這邊整理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製作這個cookidoo的麵團 第一個要先放入的就是這些偏乾的材料 對 乾的料 好 乾的材料 乾的材料 所以這個是那個prima的那個cake flour 是的 是的 我們這個這一次使用的是這個prima的cake flour 好 它做出來會比較cookie的口感 那當然是說如果你不太喜歡這個司康餅是太cookie的脆硬的口感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以用prima的top flour也是很不錯 它的口感就不會像cake flour做出來那麼cookie 它會稍微再鬆軟一點 所以這個是取決於你們自己喜歡的口感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那些乾的材料先把它混合好先 對 所以其實也不需要混合很久 好了 就很快5秒 就把它混合好 混合好就好了 混合而且這個方式也能夠把那個麵粉打鬆 對 對 所以其實是經過的 對 好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放奶油 好的 好的 然後呢 先 然後再讓奶油自己先混合一次 混合一次 好的 所以這個方式呢 其實如果平時我們用手做的話 我們都是用手去抓 用手去抓 對不對 然後那我們的手其實是有溫度的嘛 對 很 就是我們會把那個麵團 牛油都那個奶油都全部都 抓到融掉 對不對 其實我們用Thermol Mix呢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對的 嗯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把那些濕性的材料 濕性的材料 放進去 好的 OK 我今天有小幫手 輕鬆的不少 哈哈哈 你隨時需要幫手都可以叫喔 我可以幫忙吃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OK 那我需要一個刮刀棒 好 從旁邊 把旁邊的跟它刮一刮 整理一下 對 好啦 我們接下來呢 再把它混合好 很方便喔 手都完全乾淨 乾淨 對 而且就要短短的20秒就可以了 嗯 所以現在其實呢 我們先把那個食材先混合好 對嗎 然後我們再讓它揉麵 就是揉一個20 堆一個20秒這樣子吧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先 欸 其實已經很黏了 我們再把它揉多一個20秒 所以現在我們去用那個揉麵模式 揉麵的功能 嗯 對 好快喔 真的 對啊 好的 OK 哇 所以Turmo Mix 不只可以Turbo 讓那個 呃 材料快速的往外 轉出來以外 可以Needing 可以Mix 全部都是一機完成就對了 是的 很棒很棒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好 那我們需要把它倒出來做一個整理 好的 啊 就是後面轉轉就好 轉轉轉這樣子 厲害厲害 然後呢 就很乾淨囉 很棒很棒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麵團呢 你可以就 欸 我需要一點手粉 來 來 一樣 我們就用PRIMA的蛋糕粉 來當手粉 好 好 不用太過分的去做擠壓 只是說把它做一個大致上的整理就好 然後我們需要用那個保鮮膜去把它封起來 放到冰箱裡面讓它靜置15分鐘左右 好 好我們就這樣子放到冰箱裡面去 好的 好那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先前有做了一些PRIMA的麵包粉 那我們就來做整形的部分 好的 好興奮喔 好 我們一樣也需要用到這個Spring的麵包粉來做當作我們的手粉 OK 乖乖的TapTap它 那如果說我們正常的話呢 就是直接把它做擀平 稍微做成一個長方形 會方便你待會再做那個收口的動作 好 好大致上先拉一個長方形 好的 然後這由我們先前做好冰在冰箱的這個香蕉餡 我們就把它擠在中間的地方 所以那個餡料是大約是可以擠大概40克 對 所以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增檢 那我們簡單的話就是把兩邊合起來 兩邊合起來 好像包水餃一樣 有沒有 這個我行 包水餃一樣 我們先基礎的把這個收口的地方都先修起來 好然後我們才把它翻過來去做一個整形 那我這個已經破了怎麼辦 來我們把旁邊往它的後面一點的地方抓過來補救 喔 所以如果你把它抓破了你可以這樣子把它從 從旁邊 從旁邊 從旁邊拉上來 多出來的麵皮過來做補救 喔 不要怕 不要怕 好怕 好怕 然後再稍微整形一下 真好 然後這個你稍微擔心不太會整形的人呢 其實你就把可能把麵皮擀寬一點 然後內餡不要放太多 你就容易可以把它收起來 OK 好 那因為這一款呢 我們是想要把它做的健康一點 所以在外面呢 我們就會做一些 用這個Sirer來做Cottin 嗯 那做Cottin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是有準備了水跟刷子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稍微刷一層 薄薄的不要太濕 好 然後去做一個沾黏 好 這個其實是燕麥對嗎 對對對燕麥 好 那我們沾黏好之後再把它放在這邊 那如果說我們家裡如果沒有這種燕麥的話 我們能夠完全不沾東西嗎 也是可以啊 因為其實它本身就已經有很多的那個 Mix的果乾跟Berry的東西 嗯 那如果說我們沒有沾這個燕麥的話 我們在那個麵包上面在烤之前 我們應該要塗些什麼嗎 你可以選擇不塗 你也可以選擇就是塗一層薄薄的奶油 它烤出來就會稍微有一點光澤 看起來就比較可口一點 如果真的要去做造型的話呢 我們就是用剪刀 因為它已經在這個表面啊 已經布滿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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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刀子去去做切割 所以用剪刀 所以我們就用剪刀 那剪刀的話 那圓形呢 我會建議就是去剪一個十字 嗯 那如果說是長形的這個感染型的呢 我們就是直接在上面做剪口 那剪口的話 我會建議至少要剪到這麼寬 那我們呢 其實就不用緊張喔 就是直接剪下去 先剪第一刀 我們再慢慢的往後移 然後確定你是真的有剪到 碰到裡面的餡料了 喔 不是只是剪表皮喔 不然它是沒辦法打開的 喔這樣子 所以你至少就是留一點尾 那這個中間的開口 已經有看得到內餡 所以等它在烤的時候呢 它會稍微張開一點 那不只有看得到外面的餡 也看得到裡面的餡 剪的這個部分呢 大家千萬要記得 就是要在後發完成之後 就是你要進烤箱之前 我們才來做這個剪的動作 所以現在我們做的這個一個剪呢 是示範一下給大家知道說 我們後續要該怎麼去處理 嗯 好的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剛剛已經稍早有先烤好 第一批的那個麵包 那就讓大家看一下那個烤出來的成果 Chef Mandy幫我們帶出來那個烤好的成品 好 那烤好的成品呢 其實你 因為各家的那個烤箱的脾氣溫度都可能會多多少少不太一樣 好 所以盡量就是要烤到那個表面要有白 金黃色的 對對對 好 那這樣子就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 好 那我們可以現在把這個放一邊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烤我們的那個Scon 對嗎 對對對 好我們接下來 好的 麻煩你了 謝謝 OK 那剛剛的那個Scon餅呢 我們不是把那個麵糰已經放到冰箱裡面去做一個松弛嗎 那我們現在就拿出我們剛剛做好的這個是先前已經先準備好的呢 就是我們講的你可以做成抹茶口味也可以做成這個紫浴色的 你可以在這個Daw的裡面去做不同顏色的變化 所以我們可以讓你看一下就是說可以做這種不同的不同的改變 對對對 好 那我們需要切一個50克 那它的整形呢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麵糰呢整成一個像小碗的形狀 不用擔心它的那個表面啊就是不平整 因為我們就是要它這個不平整的感覺 好 那用拇指跟食指其他的指頭呢去感覺一下就是盡量讓它的內外的那個厚度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可以用兩個顏色 也是可以很美很美 對 好大概是做成一個這樣子的形狀 好的 那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我的像一個碗不像一個被子呢 沒關係啊 你可以用你的虎口的地方 抓住它 再稍微做一點調整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需要再做一個收口的動作 所以不用擔心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把這一個跟它 就把做好的這個藍莓的cream cheese醬 把它放到這個擠好的皮豆彎裡面去 好的 妳要示範一下 來 那這個 我們擠進去的時候呢 盡量是擠八分滿就好了 八分滿 對對對 對 因為我們還需要做一個收口 所以如果你擠太多 有時候可能 你的烤箱脾氣比較不好 它太過熱的話 可能這個內餡啊 會稍微有一點膨脹太多 然後 Lava 的狀態就會出現 就變成 又是另外一個造型了 對嗎 對對對 好 大概八分滿就好了 八分 對 好的 來 讓我玩一玩 好 來 給妳玩 那妳就可以讓大家看怎麼收口 我們擠好的部分呢 其實不是說真的把它封起來 只是說讓它在這個開口的地方呢 稍微把它做一點收緊就好了 那妳如果怕說 直接這樣子烤其實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 妳擔心妳家裡有這樣子的一個 模具的話 妳也可以拿來做使用 直接做好的這個 成品呢 就把它放在妳的模具裡面 放進去烤 妳就不用擔心說 妳可能整形不是整得很好 那烤的時候 它就是有點翻開來了 那我們這樣子做好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直接進烤箱 180度大概烤20分鐘就可以烤好了 好的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其實已經把一部分烤好了 對 那我們也做了一點裝飾 所以我們上面呢 就是除了裡面的內餡 我們外面還切了一點新鮮的藍莓 剛好這邊就是有漂亮的那個蝶豆花 乾燥蝶豆花 我們就來做一點裝飾 那這樣子 妳跟妳的朋友下午茶 我覺得是蠻放得上桌面的一個 對呀 我覺得做了這一些 然後帶去和朋友聚會的話 一定是一個焦點 我覺得 然後我們其實在上面也放了多一些的 藍莓醬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今天呢 也很高興 就是再次謝謝百靈麥還有Thermomix的邀請 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來分享這兩個配方跟做法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在家裡常常做跟自己的親朋好友一起分享 謝謝Amy老師今天學了很多 然後今天好有口福哦 好大家學了要記得做哦 謝謝 拜拜 拜拜